其實以前是每個月都有 來來不回跑 那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太適合自來被隔離 那之前已經隔離了四次 那大家都覺得有點受不了 那台灣現在不需要隔離 所以我們就先隔離 方方方上海搬回台灣 受不了隔離 李秉慧市場賣創相 刑起現況曝光 方姐真的把上海的市場 搬掉了嗎 沒有其實就是會 台灣居住的時間比較長 也希望會 誰會更付出一些 多關心一些 最美主持人方方方 29號出席公益記者會 欸對了 此方方方 非比方方喔 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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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一個在台灣 一個還在主境之邊 中國由於清零政策過度封控 白紙革命迅速蔓延 上海 北京 武漢 成都等地 都爆發大規模抗爭 曾經定居上海的方方方 坦承自己確實受不了隔離 這陣子也回到台灣 其實以前是每個月都有 來來不回跑 那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太適合這個 也可以被隔離嘛 那之前已經隔離了四次了 那大家都覺得 有點受不了了 那台灣現在不需要隔離 那對於最近這個 風控措施時還很緊張 嚴格的 你有怎麼看的 其實我覺得各有利弊啦 因為在那邊雖然很嚴格 可是有時候反而覺得很安心 不容易確診 我覺得政府要去衡量 這麼嚴格的防疫政策 對人民是不是 有時候傷害更大 黃河國的祖國 主席活動的還有73歲的李炳輝 今年聽說景氣比較復出 有沒有收到尾牙的邀約 尾牙到目前為止 應該想沒有 那炳輝哥會很期待 趕快有一些接 跨年演出之類的機會嗎 我當然很期待啊 有沒有想要自己今年 可以接幾場尾牙表演 身體吸回來就可以 可是焦哥有說願意 他有他主持的願意 找你一起去這樣子 還是焦哥 來願意咧 日前他在淡水菜市場駐唱時 有周邊鄰居反映 像在乞討有愛觀瞻 一位街頭藝人心疼地表示 如果不是旁邊板子 寫著李炳輝 我真的認不出來 有太多過去電視場出現的藝人 因為近年網路影音的發達 逐漸被下一代遺忘 大家都過得很辛苦 我將錢包剩下的所有百鈔 放進他的打爽箱 並對他說 李炳輝大哥加油 我現在還會唱你的歌喔 那前日子被拍到 大家說你好像變瘦了 沒有啦 他本來就這麼瘦 對啊 我本來就這麼瘦啊 可是你如果瘦了不會中瘋我 可是 本來我瘦也中瘋了 沒有辦法 我們 總是要保持快樂 放鬆一點要很快樂嗎 對啊 不然你要怎麼辦 感謝你們啦 安志歇 天下 就是說你